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而这一期的故事呢 我们依然要从《月云庄》这座酒店开始说起 看看一大早韩玉要去做什么呢 一大早韩玉就收到了韩总的邀请 一起来品尝一下《月云庄》这座酒店独具特色的淮阳早餐 感谢韩总准备了这么丰盛的一桌淮阳早餐 而这分别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我们为客人精心准备的淮阳早餐 我们地处江南呢 那么我们主要是给客人推出了以淮阳为主的这种特色菜 为什么是淮阳菜呢 淮阳菜很讲究刀工和工艺 那么早餐呢更提前精致性 这里有几个代表的菜 这是灌汤小笼包 这是蒸饺 这是我们的阳春面 然后其他一些小点 特别是阳春面一提起来 就是完完全全代表着江南的一个美食 早上的时候呢下了一点小雨 就大家看到这种我们的青石板 然后雨淋过的那个颜色 然后空气中这种清新的味道 我想起一首周杰伦的歌到青花词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那你一讲就这个意见就出来了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你知道我要普及一个小知识 但其实你知道天青色是什么颜色 天青色应该是偏脆暗一点 其实不是 其实天青色是指特别特别纯粹的 特别蓝的颜色 所以这些歌词我觉得 我个人理解还有一个隐含的含义 就是因为天青色的这个颜色 其实是不会下雨的 所以天青色等不到烟雨 我等不到你 你们酒店会经常在这种户外 给大家准备早餐 搬的是这样 我们整个是在周庄 在我们的商业地块上 我们打造了一个五星级的酒店群 但是酒店群 其实我们在后面还改造了一些 就像我们这样的乡村的这种别墅 这种别墅基本上我们都整套的 给客户提供服务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定制的服务 提前预约好 然后我们会把它这种专享性的 定制性的五星级的服务 我们圣语老师给我的一个包子 一个特写 就真的你一口咬下去那种肉的鲜味 加上它这个汤汁的包裹 你到嘴里就是假期的感觉 所以我真的觉得江南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度假的地方 特别是像我们周庄这里 我从上海虹桥到这只需要40分钟 其实大家可以如果你是上海或者上海周边的人 说我周末周五晚上开车到这边来 我周天晚上回去度一个愉快的周末 哪怕像我们这种从北京过来 其实飞机大概一个小时40分钟 然后再加40分钟也就两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了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适合度假 有一句就是所有描写江南的诗里面 我最喜欢的一句叫做 江南无所有 辽赠一只春 就是特别像一个好像在撒娇的小女孩 她用无弄软语跟你说我们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们有春天可以给你 就觉得天哪也太美好了 被你这样一诠释更加美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里是一个特别适合 跟你爱的人一起来度假的地方 我觉得等一下吃完早餐之后呢 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去我们的迷你高球的场地 吃完了当然就要运动一下啦 好 来那我们来吃 好 迷你高球这项运动已经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 从1989年德国举办第一届开始 迷你高球世界锦标赛每两年举办一次 到现在已经举办了15届 而第16届迷你高球市锦赛即将在周庄的这座球场举办 不仅如此 这座球场还是全球首个国际认证的全类别球场 所谓全类别球场 就是包含现今世界上所有类型迷你高球场地的球场 现在呢我们就已经到了10月份要举行的市锦赛的比赛场地 我们看到这里的球场总共呢有四个球场 分别我的右手边左手边和我的右前方的这三个球场呢 是市锦赛的比赛场地 据我所知呢它是每一届的市锦赛呢 会在这三个球场当中选择两个来作为比赛场地 前15届的话相当于是在前面的这个球场和这个混凌桶的球场和这个球场选择 选择的两种搭配的话基本上从来没有一次是我们16届的那种搭配 就是这两个最大的球场 世界迷你高球运动联盟官方认证的迷你高球场有四种类别 分别是Mini Tree Golf 球道 Fat Golf 球道 Concrete 球道和Moss 球道 前三种一般称为欧式球道 Moss 球道一般称为美式球道 一般情况下市锦赛会在欧式球道中选择两种作为比赛球道 在前15届市锦赛中 一般都会让Mini Tree Golf 球道和其他两个大型场地进行搭配 而本次在州庄的市锦赛 则是首次采用了Fat Golf 球道和Concrete 球道 这两块最大的场地进行比赛 这里就是这一次比赛的一个球场 毛毡球场 毛毡球场也是由18个球道组成 但是它主要毛毡是哪里呢 就是指的这个球道的表面 都是毛毡 这个毛毡呢 我们这个球道呢 也是这个毛毡全部是从欧洲进口的 然后进行的组装 然后按照联盟的标准 组建的这个球场 这个球场呢 它的每个球道它的尺寸都比较长 正常的球道都要10米 甚至更长 那么这一块呢 就是增加的难度和趣味性 这个基本上在北欧呢比较普遍 这是毛毡球道 好 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用手摸一下 这个它就是这种毛的这个手感 还是非常的明显 那其实像我们知道隔壁的是水泥的 这个是毛质的 那么就是在这两种不同的球道 比如说我们在打毛毡球场的这种球道 是我们在杆和球的选择上 有没有哪些不一样的 这样嘛 我直接拿球和球杆给您展示一下 好 可以 走 好 我手上呢现在有两支迷你高球的球杆 看到长度不一样 但是其实大同小异 长度不同的是要考虑 运动员的身高和其他 那么会有不同的长度尺寸 这里有70厘米的有80的 甚至还有定制的一些尺寸 但是每一根球杆呢 它其实都是由三个部分组成 一个就是握杆 握杆一般的是有橡胶 可能保持稳定性 另外就是球杆本身 这个球杆一般是刚制的 不至于在打球的时候会变弯 另外一个就是杆头 杆头的位置一般是有一个L型 或者T型的 但是基本用起来这种L型比较多 杆头上还会包上橡胶 因为迷你高球它可能技巧性更强 所以在杆头的部分 会用橡胶更细腻 类似于乒乓球不同的胶一样 这样可以控制方向力度旋转的角度 这样的技巧性更强 那么球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有各种不同的球 在球的大小 基本上直径是37到43毫米 然后球呢有不同的颜色 这个球的主要区别呢 可能在于它的材质不同 它的硬度它的弹力 这些会不太一样 那么在不同的硬度和不同的弹度的 弹性的这个球呢 可能在不同的球道 或使用不同的球 像我们眼前的这个球 应该算是比较长的 对 但这个球你看它是很很长的 像是我的手这样很长的 打到这里之后 它不能弹过去 不能弹过去 它理论上如果弹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呢弹过去以后的话 它就不可能一下子进动 对 对 所以它可能就是你要这样打上来之后 你必须到这里 掉 顺着这种重力掉下来 然后这个球再这样滚到那个洞里 是 我妹的打法 你刚才讲得非常对 就是这个球过来了以后 如果像这个弹性比较大的球 比如说这样 它就回弹了 就掉下去了 如果像这个球 比如说小一点 就下去了 那这就跟它弹性完全不同 对 比如这个弹性也小一点的 你看 对也可以掉下去 也就掉下去 掉下去基本上就可以进去了 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能看到 就不同的弹性 就会对不同的障碍有它的这种选择 对 今天呢我们在韩总的带领下 我们体验了四个球场的不同 也感受了一下不同的赛道 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球和干 那其实大家如果十月份来 观看我们的世界底标赛的话 除了看球赛之外 旅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远王谷的球场呢 距离周庄古镇只有三公里 所以呢在我们打完球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要去古镇里逛一逛 嗯 好 那我们现在就去古镇了 走 已有千年历史的周庄古镇 至今还保留着明清时的建筑原貌 人节地灵的江南水乡 不仅有周庄八景的秀美 还涌现出了沈万三这样的大富豪 作为江南首富的他一定是门庭弱势 沈万三也专门聘请了明厨 为前来拜访的客人烹饪美食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万三家宴 而韩玉也要尝一尝其中最著名的一道菜 我们眼前的这个大家看到有八个盘子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非常非常有名的 叫做八大碗 那么这八道菜分别是什么 我们这家店呢有一个很有名的特色 它的店小二呢 对每一道菜都非常的精神 现在我们就掌声把我们的店小二请来 客官您好 您好 欢迎来到我们省厅酒家 这是沈万三以前开的餐厅 那么来到我们省家就吃八大碗 非常有名的 他沈万三古代的时候 他的贵宾 宾客 都是用这个八大碗来烧带的 我听说我们的朱元璋也曾经吃过这个八大碗 那么沈万三以前请朱元璋皇上吃这个猪蹄 然后朱元璋姓朱 如果朱蹄 朱蹄的话好像霸他了 那沈万璋这个人绝对聪明 灵际一动 他不叫朱蹄 他也叫一万两万的万 一万三蹄 一万三蹄 吃了以后往上蹄 他是肥而不腻 说而不难 是咱们周庄造的可能肺病的一道土菜 那么这么大的蹄膀 如果不用刀怎么吃呢 如果用刀的话 在黄山面前好像不太礼貌吧 他煮的很烂 把小刀的过头拔出来 一划一过头为刀 很烂的 你看这吃了美容的 非常的软 很好吃 它稳固要做六个多小时 非常的好吃 对那因为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肥肉 会有点害怕能不能吃 但是你吃到嘴里 完全没有一点点这个油腻的感觉 我们红年估计 家里都要吃这个万三蹄 是吧 要是给人尊重客气 所以就是所有节庆的时候都要吃这个 对 这个就是我们这儿的 Top 1最有名的万三蹄 演戏上不能缺少它一个万三蹄 就这个一定要有它 这我们省体酒家的八大碗 人能吃了都不会忘记 下次还要来品尝 对我觉得下次肯定会来了 那客官你慢慢的用吧 好的好的 谢谢 谢谢你的光临 谢谢 谢谢 天上明月 人间烟火 我们周庄呢 就守护着这一江山水 等待着你 等待着电视机前所有的人 一起来到这里 跟我一起感受一下我们 有名的万三蹄 已经到达周庄的韩玉正在慢慢的兑现她的承诺 不仅带我们了解了米里高球市锦赛的比赛场地 同时也为我们介绍了周庄最有名的万三蹄 那接下来韩玉还会为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 让我们一同期待下周六的 我是米里高球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律动新世界 极致在路上 下一期的中国体育旅游报道和大家不见不散 这里是海南卫视 海南卫视 一路 结束 一路